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远远流长博大精深 那么很多人疑惑老古话说的加油五声叫 不是好兆头是什么意思 下面启歌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首先这前两种声音是我们在日常生活 中比较常见的攻击打鸣和狗吠 按理说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倒也没什么特殊的 但是这两种叫声要是出现的时候不对 那就得考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我们都知道攻击打鸣一般 都是在凌晨四点到六点钟左右 而且通常都很准时不会出现什么大的波动 要知道攻击打鸣一种向异性展示自己的方式 进而可以获得更多的配偶 因此很多攻击会相近的时间去鸣叫 以此比拼实力为的就是吸引群体中的异性 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固定的较早的鸣叫时间 除此之外就是攻击对光线变化的十分敏感 作为一种骤出夜幅的鸟类 它们没有夜视能力 只能保持潜睡眠而当清晨出现阳光 光线折射到攻击的眼睛后 它们大脑中的退黑素会受到抑制 同时雄激素分泌增多 此时攻击便会不由自主地打鸣 可当攻击在非固定时间 尤其是半夜打鸣 那这就很反常了 要么是家里进了什么外来的生物 赢得鸡群不安 攻击出于自我保护意识会打鸣 这样可以宣示主权 下退敌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攻击生病 身体内分泌紊乱 这才导致打鸣的时间错乱 而对于古人来说都是不吉利的 重要的是影响人们睡眠 解决办法就是攻击上灿桌成了美味家药 其次就是狗肺早在士族部落时期 人类就驯服了部分犬类 让他们帮助自己的族群进行狩猎 看守领地随着时间的推移 犬类被驯服的越来越多 而且也培育出来不同的品种 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 狗不再用于狩猎 通常是为了看家护院或者是当作宠物 当然狗的领地意识和忠诚度 并没有因为时间久远而淡化 依旧会保持警觉 若是家里来了陌生人 带有攻击性的权类都会废觉 这是一种宣誓领地主权的做法 也是给自己的主人一个信号 告诉家里人来外科了 要注意安全 对于人们来说这是很好的警觉方式 但是要狗在半夜废觉 那可就不寻常了 这意味着家里来了不速之客 或者是闯进了野生动物 这时就要保持警惕 不能再沉睡 毕竟狗不会无缘无故的废觉 它们有着很好的听力和夜视能力 不可以小看它们 要么是加强防范 要么就是把家里的墙体等建筑架高 以此来保证家人安全 前面提到公鸡半夜打鸣不吉利 也是古怪的表现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 真正让人匪夷所思的 是母鸡打鸣 这才是真的奇怪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所 看到的家鸡只有公鸡才打鸣 母鸡只会提叫 那还是在下蛋或是遇到危险时 要说打鸣的话 应该是极少有人见过 别看这种情况极为稀少 但是并不代表不存在 毕竟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总会有个力可一旦遇上母鸡 打鸣那可就是极其不吉利的象征 这是在古人眼中 是一种阴阳逆转的现象 家中必然有灾祸发生 而且母鸡打鸣会招来不干净的东西 进而破坏家里的风水 影响家庭的和睦与安宁 所以碰到这样的母鸡 通常都成了下韭菜 回归客观角度来说 会有很多人疑惑 同样是鸡 为何只有公鸡会打鸣 母鸡却只会咯咯叫呢 鸡却之所以能发出鸣叫呢 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器官叫鸣管 这个器官却相当于人类的盛代 而公鸡比母鸡的鸣魔要薄 所以公鸡能发出更尖的声音 可要是母鸡打鸣性 简单的说就是 雌性或者雄性个体 转变为异性的现象 生物学上称之为性逆转 因此来看母鸡打鸣其实是 一种极其罕见的先天性别改变 并非是什么大灾大难降临的前障 剩下的两种叫声 一种是乌鸦的提叫 这两种鸟都和死亡挂钩 也被称之为不祥之鸟 一直被人们厌恶 先来收手乌鸦的提叫 乌鸦是群居动物 一般都是一群盘旋在一起 因其叫声很难听 又时常在夜里提叫 总是给人阴森恐怖的感觉 所以久而久之 也就被人们厌恶 若是突然一群乌鸦来到人家 附近那可能是附近有事事情发生 可能是战争 也可能是林中有动物争斗厮杀 会有残留的尸体和腐肉 这些正是乌鸦喜欢的食物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要注意周边环境的变化 看看是不是真的 有什么未知的事情要发生 及早做出应对 其次是猫头鹰的笑声 这其实并不是猫头鹰真的笑 而是一种独特的叫声 给同伴传递信号 告诉其他的猫头鹰自己的位置 古人认为猫头鹰 要是突然落在自己家病 发出奇特的笑声 是意味着家里有人要离世 婴儿非常讨厌猫头鹰来到家旁 那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还真是对的 因为猫头鹰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甚至灵敏到能闻到人之将死的气息 正因如此 他们会提早来得有食物的地方 而当猫头鹰笑完几天之后 将死之人就会因为各种原因死去 但可不是说猫头鹰勾魂 而是人类的自然死亡 可猫头鹰因为自身的预告 却被人们称之为爆丧鸯 总结来看老祖宗所提出的 这句老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可是并不是绝对的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只是一些生活经验和客观的生物现象 要说与我们个人或是家庭的命运 以及吉凶有关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这些生活经验会提前 告知我们可能会发生事情 做个预防措施以免发生变故 对我们来说要保存科学的理念 有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 不能受错误的价值观影响